如何对雷达进行标定 首先使雷达和被测量物保持垂直 然后按照由近到远的顺序依次进行标定 然后我现在这边测量几个点 然后做下示范 然后以激光测距仪作为实际值 首先 首先激光测量的是1.323实际距离 雷达显示1.344 然后我们进行进入菜单进行标定 按OK 到服务 然后一直翻页 到多点标定菜单 然后按OK 然后标定的时候先把之前的先删除一下 按照删除 然后编辑 它上面这个测量值就显示的是进行到分米单位 就是蓝雷达测量的 然后下面那个标准值 就是咱们的激光测距实际值 因为刚才是1.323 然后输点输不到 1.323 然后按OK保存 然后再进行下一个点的标定 那么你还能拉着 我今晚点这个标定 删除不清 是 它有有可能吗 这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